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打开圣经》 今天我们讲 爱、信、妄三德中的第三德 妄德 什么是妄德? 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三节中 是这样讲 愿赐妄德的天主 因着你们的信心 使你们充满各种喜乐和平安 使你们因着圣神的德能赋予妄德 在这里我们看到 妄德是因着信心 也就是说妄德是因着信德而来的 是来自基于信德的一个产物 特别是经过考验的信德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里面 圣保禄特别讲到他说 摩耐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妄德 妄德不叫人蒙羞 因为天主的爱借着所赐予我们的圣神 已倾注在我们心中了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能够对未来有期望 那一份妄德是来自于对天主的信赖 我们的这一份妄德和平常人们所讲的 主观的意向有什么不同?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基督徒的这一份妄德 这一份希望是确实的 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确实的 因为它是基于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一份许诺 换句话说 虽然我们今天看不清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看清的那一天 虽然我们今天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面对面和主相遇的那个时刻 一切都会明了 在这里我打一个比喻来解释说 为什么这一份希望是确实的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 很多人大概都读过《西游记》 《西游记》里面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到石猴孙悟空 他在花果山水帘洞 有一个水帘 他要跳过这个水帘 大家说谁能进去看看是什么? 他就跳进去了 结果发现里面是 花果山伏地水帘洞洞天 那么他出来以后 就告诉其他的猴子们说 跟我来 我已经知道里面实在是一个美好的天地 这个时候当他回来告诉其他的这些猴子的时候 其他的猴子就知道说 原来他已经进去过了 他看到了 他回来以后告诉我们 而且接下来孙悟空接着又跳进去了 这个时候其他的猴子开始跟着跳进去 还没有进去的这些猴子在外面听着里面的欢呼声欢乐的声音 这个时候虽然他们没有经过那个水帘 还没有进去 但是他们知道 有人跟他们讲了 孙悟空告诉他们是什么样子 而且他也听到已经到达那里的人的欢呼声音 那些进去的猴子的欢呼声音 所以他们可以确认是说 如果自己纵身一跳跳入这个水帘 过去也将是孙悟空所给他们解释过的 这个花果山伏地水帘洞洞天 我们基督徒的这一份希望和此有点相似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已经跨越了死亡 然后重新又复活起来 他回来告诉我们说 跟我来我要赐给你们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份生命 这一份取诺是真实的 而且多少个世纪以来 我们知道多少的圣人圣女在我们之前 所过的那一份生活 所给予我们的那一份同样的 所做出的那一份见证 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希望 这一份妄德不是虚无缥缈 而是确实的 可信的 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信赖天主 当我们跨越死亡的时候 我们将和主面对面 我们所承受的将是一份永远的生命 这一份妄德也非常完美地展现给我们 是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强盗 当他对耶稣讲说 请你今天如果到了你的国度里面 不要忘记我 耶稣回答了一句话说 今天 今天 你就要和我一同在乐园里 这一句话也是对你对我今天所讲的 当我们经历人生当中的低谷 经历到考验的时候 我们因着天主的爱 相信天主的爱 我们有那一份信德 在磨练当中生出这一份妄德 我们相信将来有一天 我们也要和主一同在乐园里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期再会 主佑平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